王者55星5打4被对面吊打 你经历过绝望吗 气死我了 这是我经过最菜的 55星排位赛 5打4 对面打也就没上过线 就这还能被人家吊起来打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 游戏一开始上路对线米月 看到米月身上有个红 我就意识到对面这一把可能出情况了 还没等我去确认 这个米月站着有红肆无忌惮 那这一波线不要慌边打边撤 吕布打真伤可以回复一点血 虽然不是很多 但是关键时刻能救命 这边队友志愿一到 咱们可以尝试性反攻一下 吕布队米月本身就不是很好打 尤其是米月等级比你高的时候 所以我个人建议 等队友志愿到了一起打 比你一个人去单挑要扣服很多 这里提醒一下队友对面打也掉线了 正常来说此时应该入侵提防野区 但我不是编程 所以只能是希望队友过去反野 可惜队友就是不去 这下好了 米月等级比我高还有个红 正常打是肯定打不过 但是不要慌 咱们先消耗一下 因为距离防御它比较近 咱们可以尝试性勾引一波 等到血量差不多了咱们进塔 米月的唯一一个小爆发就是两段一技能 咱们直接交闪躲一下 回头二技能吸一口上个减速 以此迫使米月开大 同时心里莫属一秒 一技能一甩 配合防御塔送这位兄弟上路 上路我就刚顺起来 对面就很果断直接换线了 但是换线也没用 先打了一波消耗之后 找准时机二技能吸一口 再来上一发一技能 一发普攻击杀孙病 同时回头A一下咒鱼 打出咒鱼闪现之后 直接进野区早中蹲他一手 本来是等他转线的 但是小伙子很狂啊 一个人跑过来切黄中 你怕是不知道花儿为什么那样红 回到线上 米月看我血量不是很好 想过来跟我刚一波 虽然说破魔刀一处打米月好的 但是战路是肯定不行的 被米别二技能一挂 咱们就需要拉持一下 这里咱们离防御他很近 他敢追他就没了 他不追的话咱们先回过去 一会儿来上一个一闪他也没了 但我是万万没想到 他居然这么狂 这里也敢过来 那就对不起给我坐下 吕布5-1-0上路已经通关 这一把怎么输我的不知道 我就想问一句 谁来吃我一吃 然后就疯了 五打四打成这个样子 要死呀嘞 迷茫的时候大会找了一下原因 打野认为法师抢了位置 法师没有说话默默承受一切 黄中则是说他早说了他不会 但是有一说一啊 黄中这个我说了我玩 就是给他上路吧 他又不会吕布 反正讨论了一波没有结果 那也是很无奈只能等后期的 毕竟对面双C后期都不强 现在这个局势只是因为 我方打野阿古朵面对孙病的时候切不到人 但后期一到我神装一出 打野切不到的我来 这边敌方萌亚走位失误 大招落地二技能减速再来一发一技能 打出萌亚复化甲之后咱们守一下 小伙子起来之后加速跑得很快 但是我同意了吗 一发一闪给我坐下 终结一波550金币 可想而知这个人有多肥 击下萌亚之后企图顺势一波 但是很可惜对面有咒鱼 拆个高地还行 拆水晶的话就比较困难 不过问题不是很大 但这一波只要能翻盘 那么这个脸就还在 刚跟队友沟通一下要注意龙 结果下路阿古朵危险了 以他这个位置咱们先不着急上 要先确认敌方是不是只有两个人 万一后面一堆人的话咱们也没了 等位置观察完毕之后 那么这一波必须得救了 而且还可以顺势反打一下 与此同时敌方米月志愿引到 那没什么好做赶紧跑 稍微观察一下敌方萌亚的走位 这里他居然往阿古朵的一技能上面跑 那不好意思反打就是现在 先配合队友打出萌亚复活脚 再两发平A击杀米月 萌亚复活之后反手一发一技能送他上路 韩信这里是电脑啊 这个三杀也是毫无意外 剩下一个孙并跑得很快 咱们先不追 先往中路跑 防着对面绕后倾线 果然周围在中路 我家的线可没有那么好清 直接一闪再一刀四杀到手 发出进攻信号 这一把稳了 此时看到孙并 他跑的位置是我的方向 这难道是要送五杀吗 兄弟我爱你 不着急时间还给我等我 先一刀副魔兄弟 哎 你你别跑啊 你魔咒杀 给我拆 给我往死里拆 虽然赢了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高兴不起来 武打是被吊打 你们经历过没有 这个痛苦让我脑子嗡嗡响